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个四边形的样子 可能是个六边形 抽象的一种写花的造型 就是地方体 包括这种四面体 六面体 金字塔形 就把它做成了可以 在地面上可以滚 可以爬 可以走 可以蠕动等等 这种机器人 它不是传统的这种人形 狗的样子 这种绑上去的样子 也不是那种像我们人类所创造的 蓝石 蕾石 这种经典的机器人 它可以各种不同的模式 如果它滚打 在地面上不同的形态 可以在地面上 我以前一直在做科学 做技术 冷定性的 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孤独 另外做这种高科技的研究 就会发现 有些让我们创造中 很强大的这种力量 的这种机器人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不在这里掌控它 或者就没办法掌控它 它这个力量往哪里去走 往哪里引导它 作为一个追求美学的一个艺术像 或者科学艺术融合的艺术像 我是希望诱导出来 人类更美学 更美好的一方 就把冷冰冰的这种科技 就这种高科技 很强大力量的高科技 因为人类的情感 人类的美学的事实 美学的事业 把它引导出来 对人类更努力的人 比如说 是人类生活更美好 有的强先救援 比如说 终极的一个力量 在 维护世界和平 我是科学家姚燕安 我来做科普 6月23号 欢迎大家来七夕机场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几何机神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